3 2 1 博流总统会述人跟副总统赖清德 手周碰手周 加上外交部长吴钊燮 共同替台博旅游泡泡剪彩揭开序幕 但通常还有这一位 美国驻博流大使尼约翰 这次惊喜随博流团来访 外交部证实 尼约翰外交部长吴钊燮 和AIT处长丽英杰 将会一起现身公开发表谈话 这个月26号 美方与我国财签下海巡工作小组备忘录 28号美方驻博流大使就来台 这也是断交43年来首见 但如此高调势必也会面临中国压力 我们很明显 我们跟台湾和美国的朋友 美国驻博流的大使有随同 贵宿人总统访问团来到台湾 也会跟台湾的政府进行交流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件事情 台博旅游泡泡启动 不仅在经济更进一步 美方大使来台也象征台美关系向前迈进 三学有家为朱鲁军 TapBot 大使祭开装